下面这两个人也是酒后自找麻烦的 在江苏江音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车祸 随后两名肇事司机来到了交警中队接受处理 但是民警却发现这两位司机都有那么点不对劲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发生碰撞的福克斯和奔驰车的车损情况都很严重 车子的前部都被撞烂 事发后主动投案的两位肇事司机面对民警的询问闪烁其词 事故情况也说不清楚 对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 可以说蜘蛛打不上来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警怀疑两人是替人顶报 经过盘问两人终于承认自己并不是肇事司机 而是他们的替身 奔驰车驾驶员那个年轻小伙子叫了他父亲过来顶报 奔驰车驾驶员张某因事发前喝了不少酒 发生事故后为逃避责任就让自己的父亲来顶报 经过酒精血液检测张某属于醉驾 124毫克每百毫升 最价 随后福克斯驾驶员肖某也接受了酒精检测 而他的检测值却为零 这让民警很意外 他为什么要找人顶报呢 当时他可能是情绪比较紧张 因为他中午喝了点酒 喝了点酒呢 他自己的感觉可能是 呼吸到时检测可能是怕 怕我们交警查处 给自己的小舅子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由小舅子过来进行顶报 因为罪嫁张某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而肖某虽然酒精检测没有超标 不属于酒后驾驶 但是因为他事发后逃离了现场 并找人顶报 属于肇事逃逸 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